美国公布了2023中国军力报告 这个报告全文是212页 收集了美国目前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 就是全部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这个报告一共是花了 花了美国国王部17万8千美元 整份报告对中国的军力评价比较高 就是说中国是唯一越来越有能力 重塑全球秩序的竞争对手了 这话有意思就是直接把俄罗斯给pass了 就认为俄罗斯已经不配做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目前美国眼中只有中国 而且中国的影响力对美国是越来越大 就一看这个实际的数据 这个2023中国军力报告 其实水分非常多 实际上没有太多可信的东西 美方很显然在渲染中国威胁 中国已经有500枚核弹头 而且到2030年可能增加1000枚 去年美方评估中国核弹头数量也只有350枚 很明显在核弹头方面 美国故意在夸大 就方便美军扩充自己的核库 就找借口 此外美国这个报告还言之早早的说 中国正在发展所谓的常规洲际弹道安 准备用洲际弹道安携带常规战斗部 对美国本土展开常规军打击 这种消费比极低的钻刃方法 中国人们几乎军正在干 你能相信吗 你能够洲际弹道安去打常规弹道部 你何苦呢 费老劲去到那了 就给你来一个拿针一扎 你说这有什么用呢 你既然都已经到那了 何不扔个核弹呢 估计也只有美国 这帮国会议员不能相信 就这玩意 你像常规战斗部那爆炸威力 值不值那一颗洲际弹道安 恶意夸大中国核弹头数量之后 美国继续在中美双边军事沟通上 到达一耙 向中方泼脏水 这个报告说 从22年到23年 美国国王部继续寻求和中方进行军事方面的 长得化沟通全失败了 但是美国你看从22年 美方拒绝说 他们不理会中国 只是一味的强调 他们要塑造所谓的受害者 那美方呢 还在恶意炒中方军机 对美方的拦截等等 就前几天 美国公布故意放出15段 中国军机拦美方军机视频 就是为给这报告 做提前的预热 但这个有什么用啊 其实没什么用 美国军机 你是跑中国周边骚扰 你跑一万公里外 跑中国 中国可没跑你美国骚扰 不是中国主动去挑衅美方的 美方的报告你发的再多 你下次美国军机来挑衅 中国还是要拦的 美方炒作这个议题 无非就是继续宣扬水的中国威胁论 但是相信中国威胁论人还是少数啊 你跑到别人家门口去捣乱 你到底谁为何人啊 所以现在看美国这个军力报告 涉及的核武力量啊 这个比重相较于去尿明显的提升 这也就是美军作战思想转变方向了 发现自己常规军力不行 尤其是海空力量啊 没法像以前那样 在中国这儿形成明显优势了 那这几年美军一直在论证啊 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 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啊 而且呢还未做大量的舆论做准备了 以核制常啊 用核武器来应对中国的常规武器啊 这个优势 那对于美军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禁忌了 而是一个怎么样啊 一个作战手段了 我想要在这个在这个方面 对美国经有利回应 最好办法就是发展核力量 让他的核力量没有办法啊 对中国行为压制 毕竟呢 美国那有几千枚核弹 和中国这几百枚啊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确实中国处于一个较低水 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 增加中国核弹头数量 提升中国啊 对美国核武器威慑能力 就让美国不敢轻易的动用核武器啊 目前看呢 中国啊 要在三五年超一千枚啊 现在看啊 三零年啊 或者三五年要超一千枚啊 这应该是中国现在的计划 而且美国公布的这个军力报告里边提到 整个意识形态啊 就是炒作意识形态嘛 包括中国威慑论啊 提到了中国啊 近期年来发布的政府报告内容 说中国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百大复兴 啊 外交政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啊 那对于中国国家战略分析的板块 那对于中国国家战略分析的板块呢 我国从未公开承认过解放军要赢得针对强敌的战争 这个强敌指的是美国 但是无假的自认为这就是对美国的啊 一个说法 就中国从来没说过这个啊 这句话 但是美国认为这个强敌就是美国 报告说解放军正在针对未来冲突的愿景 在核武器太空电子站网络空间发展下一代作战能力 包括第三艘航母福建号 双模式制造的超视距空弹 高超音速导弹分段式轨道轰炸系统 这就是亚轨道轰炸机嘛 此外呢 军医报告五角大楼先前发布的简报中都提到下一代轰炸机 红20 美军方面透露情报其实并不多啊 只是说中国在沿下一代远程轰炸机 而且预计在未来十年某个时间会亮相 五角大楼推测 红20航程是超一万公里 解放军空军战略打击力量能投送到二岛链了 如果通过空军加油红20可以覆盖到全球 预计这个飞机将兼备常规和核打击能力 而且采用隐身设计 红20为服役前五角大楼认为 中国空军具备了对第二岛链目标的远程打击能力了 他就说 轰20服役之后有可能就奔着三岛链美国本土去了 报告说呢 得益于高效的乌轮发动机和先进的防区外武器 挂在英机12的反舰导弹 轰6K 轰6G 可以从中国本土对二岛链施打击 就没有花20中国二组链 现在看也可以攻击 对于中国国防工业评估 五角大楼认为 中国国防造船航天工业部门 关键的技术创新 舰船航天器建造 几乎就实现了自己自作 摇杆卫星 无人机 防空导弹 这些军工产品 已经出口到了八一散 沙特 塞尔亚 对中国核武库评估 咱们刚才也说了 全盘胡说道 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 安东尼 科顿 甚至鼓吹说 中国陆基的核武器 已经超过美国 五角大楼对中国洲际弹导数量评估 出现的载具比弹头多的情况 这显然是个闹剧 这个报告还有一个 就是五角大楼又拿之前曝光 九年东海南海拦截美军 炒中国从22年到23年 一直忽视 然后取消中美双边的军事接触 中国外交部和官部 已经多次回应过了 中美军事停滞责任 不在中方 在美方 美方一直没拿出诚意了 解放军拦截美极 碰瓷中国 现在看中方没有必要与流氓交易 没有必要与流氓进行交流 咱们之前讲过 实际他就有讹诈中国 利用各种方式讹诈中国 那跟你交流呢 其实你从美国这里边 其实拿不到任何的 你想要的东西 他只是在口头上跟你说一些 这个做不到的事情 承诺 最后呢 你跟他交流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呢 相反 他利用跟你交流 可以获得国内的 对吧 一些利益 所以很显示中国并不愿意跟美军交流